所以佛法里面常说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得人生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不读圣贤书 不闻佛法 我们可以讲说 不得人生好 为什么 因为至少你不造业 如果你没有听闻佛法的话 那你得人生会造业 但是你 得人生以后你听闻佛法 你就知道因果你不敢造业 那就不会到三恶道去受报了 所以老和尚说 如果你得人生 但是你没有读圣贤书 没有听闻佛法 那还是不要得人生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不造罪业 你造罪业要多多到三恶道去 到山土 时间是太长太长了 那你何苦在这短短几十年 像你在这一生中为了金钱利益而杀人 那来世要还命债 要先到第一去受报 那等到果报受尽以后 你在人间就有花报了 要被法律判决死刑 然后在第一去受报 受完第一果报以后 你处理的时候还有余报未了 你还要受 这个 短命 多病之报 还要还命债 所以你得人生 结果你只是造这个杀业 老和尚说你何苦在这短短几十年当中 造作罪业 要长节轮回受苦 那你得这个人生有什么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好处呢 老和尚特别做一个比喻说 做畜生 独守猛射 他造的罪业 比人 轻得太多了 所以畜生死了以后 有很多都能转生 到善道来 不是没有道理 动物我们仔细观察 当然你看其他猪啦 牛啦 羊啦 鸡呀呀 他有造什么业 所以他出生到寿季以后 他就有机会转为人生 假如他有这个善根的话 最凶猛的 毒所猛兽 老虎好了 你不侵犯他 他也不会侵犯你 老虎 狼狮子 只是在饿的时候才类捕小动物 老实上说 看那个动物奇观 里面有许多画面 老虎狮子吃饱了 躺在那个地方 小动物绕在他周围 他理都不理 所以出生到 比起人造业 轻得多 所以 也有很多人说 人比鬼可怕 人比鬼可怕 就这个道理 人为什么比鬼可怕 因为 老实上说 人的惩恨心 非常可怕 像台湾 新竹就发生一个同性恋的事情 有一个女儿子 长得外表也不错 跟他先生 结婚以后生个女儿 以后来离婚 到工厂纪上班 认识一个女的 结果是同性恋 女的同性恋 薄命的这个女孩 后来又去认识一个男孩子 结果在 手机的这个 短信里面 被他这个女的同性恋看到 这个薄命的这个 被害人在 沐浴的时候 当场被他这个同性恋拖出来 从冰箱拿了一把尖刀 把他刺了三十几刀 杀到他那个刀柄都断掉 最后面目浅灰 最后面目浅灰 就是为什么 他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这个你的同性恋 这不正常的 女生跟女生的关系 那个报复心 基督心一起来的时候 惩恨心一起来的时候 那 那个 杀生害命的那种 惩恨心 非常的可怕 手段狠毒 造作重罪 害千万人 胜家心灭 老和尚说 何必要造这个罪业呢 所以 佛赞叹 人生之可贵 你说 人生难得 金以得 佛法难吻 金以吻 佛赞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告诉你说 人生是非常珍贵的 要得人生不容易 江一子老师在因果图鉴里面讲的 犹如 盲龟亦浮木 就像大海 茫茫里面 一只虾掉的乌龟 在大海里面 好不能头生出来 我们众生轮回叫头出头末 好不能头生出来 刚好钻进去是一个洞 那个洞 就是 一个浮木 就是一个木头 刚好里面有个洞 让你得人生的机会 这是人生难得 佛陀赞叹说 人生难得 金以得是什么意思 要叫你好好 把握人生修行 不是叫你来造业享乐的 那为什么人生难得 因为 可以从人生 修到成圣成显 可以修成佛 佛陀 佛陀先视线给你看 历代祖师 视线给你看 你依照佛陀教的方法 三藏首尔布 你勤修 戒定会 洗妹贪真痴 就可以跟佛陀一样 寄生成佛 这一生 你上根立志的 就可以明心见性 你如果能像 金刚你们讲 这一辈子 持戒修复 你悟性不高 但是你持戒修复 你一样可以明心见性 所以佛陀赞叹 人生的可贵 是得人生容易解脱 容易解脱 一定要闻佛法 要读圣贤书 要觉悟 这三个要 要听闻佛法 要读圣贤书 要觉悟 那这样 这个人才可贵 人要不觉悟 人要不觉悟 有什么可贵 还要不辱善入到的众生 所以这个理跟事 我们都要搞清楚 要清楚 都要明了 真正清楚明白了 就是觉悟 老和尚说 在了完世纪的 开始里面老和尚说 真正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 重新改革向善 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 就是觉悟的开始 是真正的修行的开始 所以你真正的觉悟 世间的一切法 自然就能看破 能放下 一心向道 那这个人生就可贵了 所以我们 听我老和尚这样开始 我们才知道说 人生难得尽你的 是什么意思 不是让你这个世间 赌博 酗酒 我一个朋友 他也是邪佛人 但是他是求人天善 他做生意的 搞企业的 赚了很多钱 也跟人家追求时髦 就是 这里面讲的 East G 吃得好 上好的馆子 上好的饭店 他也要享乐享乐 买什么 跟人家流行 开那个重机车 重型机车 一台重型机车 在台湾来卖 普通都要五六十万 三四十万台币 重者要一百万台币 美国哈雷机车 BMW重机车 在马路上开 一般摩托桌都不能跟你比 微风淋淋 人家路人都为之车目 我认识这个朋友 他做企业的 也学佛 就跟人家去玩这个重机车 假日 就开这个重机车 出去野外 多疯多疯 游山玩水 结果在我们宜蘭 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马路很宽 这个 呼啸而过 他就 享受那个飙车之乐 结果 一个老菩萨 过马路 老太婆过马路 撞下去 压死一个人 撞死一个人 乐己生悲 就这里讲的 以死居 皆足丧至累生 他就不是累生了吗 要吃官司 过失自能以死 要赔人家很多钱 这还不打紧 一辈子的遗憾 自己开一个重型机车 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一个乡下老富人把他撞死了 一辈子难安 一辈子难安 后悔莫亦 莫亦 所以呢 经典上跟你讲 何益之有 有什么利益 张灯演戏 唱起饮酒 赌博博弈 有什么利益 这个危害很大 所以世间的一切都是假的 借你用的 老上说钱在你口袋 才是你的 钱离开你的口袋就不是你的了 世间一切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否则金刚经跟我们讲 很清楚很明白 还所有相皆是希望 以前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我们要常恋 时时刻刻警惕自己 全是假的 在这些虚假上面做活计 在这一些虚假上面做活计 哪有不搞轮回的道理呢 哪有不堕堕的道理呢 什么是真的 智慧才是真的 可以带你往生佛果 可以带你往生极的世界 不再受六道轮回 那才是真的 荒下万年才是真的 随顺众生才是真的 佛教我们随眼 随眼是什么意思 随眼就自在 随眼是什么意思 有很多人都会讲随眼 那什么叫随眼不变 什么叫不变随眼 随眼不变就是 手用归体 那不变随眼呢 不变随眼是 重体启用 什么叫重体启用 那个体就是你的版体 就是你的自信 你误了以后 你明先进信以后 明先进信以后 误了起修 你破了四十一品无名 其实只要破一品根本无名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 无上补体绝法乐 无上内盘即没了 你只要 做到 破一品根本无名 分正一分法身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受用 你就可以享受 法身德 剥落德 解脱德 当你能够开花三德秘葬出来的时候 你才有资格说 不变随眼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在起心动恋 叫不变 你证得这个本体以后 明先见性以后 你见到父母 本来面目以后 你重体即用 就是六大师前面那世所记 尤其是本自清静 本自即止 本不动员 本不生命 那世记就是 开悟 那就是本体 后面那个 何就是能生万法 那就是受用 禅宗里面讲大忌大用 所以 你要破根本无名 分正法身 你就可以不变随眼 重体其用 随眼不变是什么 随眼 随顺一切万法 随顺脸逆眼 你就可以做到随顺脸 你不起贪 随逆眼 你不起撑 你就能够功夫 就可以随眼不变 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 就自在了 脑和尚说 这才是真实的受用 真实的利益 就是无量说里面讲那三个真实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会以真实之力 助真实会 那三个真实 然后 你再能够信念念佛求真净土 这是真实当中的真实 没有比这个更真实 所以 人身难得佛法难闻 我们今天得人身 闻佛法 这样宝贵的基岩 要不要把它抓住呢 你要是不抓住 那就太可惜了 一失人生 万劫难复 这句话 我们不要当成耳边风 万劫难复 你一旦到 饿鬼道去 你一滴姜水都没得喝 你到第一道 那就永无处期了 再得人身不容易 出生道也是一样 那么重来再得人身 有没有机会闻到佛法呢 如果得人身的时候 这个世间没有佛法 人身也是空过 老文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佛法时间短 没有佛法时间长 释迦牟尼佛的法印 一万两千年 这一万两千年过去以后 这个世间没有佛法 没有佛法时间多长呢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弥勒菩萨事件做佛 这个世间才再有佛法 各位想一想 一万两千年跟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不能比啊 所以佛跟我们讲的话是真的 人身世气再得人身 不容易啊 得人身又能闻佛法 那就更不容易了 这一生不能认真修学 怎么对得起佛菩萨呢 怎么对得起自己这一次幸运得人身呢 所以生活环境当中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周边繁境一些人事 善人也好 恶人也好 老文商说 他总是以一个真正清净 平等心来对待 什么样的折磨都 甘心忍受 老实念佛 几年之后就往生了 何必计较 为什么放不下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佛法真实受用 我们就得到了 所以这个作为无意 怀起来 外星 如果用老和尚这个开示来解释 世间万事 转头即空 你就能够完全 明明白白清净楚 跟 这个世间一切人一切事 总不计较 恒胜众生随其功德 功德就是老实念佛 想想 无意的事情 我们不做 就是这里讲作为无意 那印光大师跟我们讲什么 印光大师跟我们开示说 对自己有利 对别人不利 印光大师说不要做 对自己有利 对别人不利 那对自己不利 对别人有意 印竹说要做 所以呢 老和尚说功德就是老实念佛 想想无意的事情我不做 什么是无意的事情 带不去的事情 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那带不去的事情就是什么 名文立扬啊 金钱啊 豪宅啊 这就是带不去的啊 这里面跟你讲地载台词 医死鸡麻 以及一切 施化真万古短古董这些事情 你根本带不去的啊 带不去就不要做啦 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 何必把那个 钱拿去买那些 会层出坏空的 会生出阴昧的 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呢 我们要辨别清楚啊 损人利己的事情 更不能做 准夺三土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 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舍己为人 有多少力量 我们贡献多少力量 你的福报是圆满的 如果你有十分力量 你只贡献一两分 这个福报很少 有缺点 不圆满 所以呢 人生苦短 何必造业啊 是我们要讲这一段的一个结论啊 跟 这段经文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来做 对应 所以要记住 老法师说 人生在这个世间 苦短 中年以上同休呢 就有感触了 60岁以上 就进入人生的冬天了 感触更深 既然人生苦短 何必造业呢 何必造罪业呢 何必跟人家过不去呢 你想通了 你想通了 想明白了 决定不造恶业 决定不做省人利己的事情 翻过头来 多做损己利人的事情 损己利人的事情 这是为你自己修复 我们说 我们说吃亏就是占便宜 你将来带得去的 为什么 你吃亏就是消业障啊 你吃亏就是修复积德啊 你吃亏就是修复积德啊 那带得去的啊 我们自己在短短时间里面 受一点苦难 算什么 人家说修行带三分病 佛特伟告诉我们 以苦为师 所以要想到来世时间长 无论落在哪一道的时间都很长 你就算升天啊 享福的时间长 但是他还是会 还有五衰向线的时候啊 你要多多三途 受苦时间长啊 唯独人事 就是人生 得人生 这个时间非常短暂 不能不觉悟 只有百年而已 ,佛教我们的话 具体都是好话 具体都对我们真实长眼的利益 不是利益他 利益我们 所以 以上呢 我们就引用老法师的开示 来作为这一段的 看到这一段以后呢 我们应该有的 一个觉悟 啊 啊 感谢观看